缺维生素D最典型的症状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徐尔迪 县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 谈到钙 那么它就和维生素D呢 其实是一对难休难地 因为维生素D是促进钙吸收的 所以两个经常在一起去说 如果说缺乏的话 就会出现叫维生素D缺乏性沟漏病 沟漏病的表现 当然这些孩子可能早期 尤其是在三个月半岁之前 可能主要是一些哭闹和一些汗多 包括诊突 就是这个头后面有一圈 这个没有头发的这个诊突 这个其实我们在门诊非常多见 还有就是在大一点的 它会出现手着针脚着针 维生素D缺乏 它会导致这个骨的骨化不全 该形成这个正常的骨头了 它骨化不全 就会形成软骨堆积 就会形成一个手着针脚着针 当然再大一点 孩子要走路了 他的这个身体下肢开始负重了 他本身这个强度 或者说骨头强度还没有达到 它开始负重 就会导致这个孩子腿呢 会出现O型腿或者S型腿 那么这个就要进行一个骨科的干预 可能光靠药物 就没有办法纠正的 就靠骨科干预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